那首先欢迎各位同学来到我们青春教育晚上的一个付费试听课 然后我是本节课的收贾老师 我叫自由 那这节课的话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案例是用Python采集B站的一个视频 AS的加密视频的话之前讲过我们系统课程里面也会这样 那我们今天用到的一些环境的话是Python3010的一个解释器 编辑器的话是Python 模块的话就是request I正的表达式还有这个SUB的一个模块 我们主要安装的话就这个 Celineo的话有E12的一个驱动 有E12的你可以找老师给你发一个链接 好吧 我们今天的话可能不会用到Celineo 但如果说等一下你们想要用Celineo去实现的话 也可以教大家怎么去弄啊 大概的弄一下 大概的弄一下 OK啊能不能爬百度文库 百度文库的话 你可以去自己尝试一下 之前爬过百度文库的PPT啊 好吧 那我们就开始本节课的一个内容了 那我先问一下大家 今天来听课的大家有没有基础啊 零基础同学扣个零啊 零基础同学扣个零 然后有基础的同学可以扣个一 最好是写过爬虫的 有基础的话最好是写过爬虫的 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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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大多数同学都是零啊 零的话 那我们就从头开始讲 先讲思路再写代码 好吧 先把整体的一个我们要去实现的一个流程的一个思路给大家讲一遍 然后我们再通过这一个思路大纲 然后去实现我们的代码 好吧 那听课的话 你们这些同学有不懂的话 你们也可以直接问啊 直接可以问我 对本节课的内容有不懂的话 那么首先 爬虫实现的一个基本流程 第一步是什么 第一步是什么东西 数据来源分析啊 第二步啊 代码实现步骤 我们去做爬虫的话 就是按照这一个 两个大的一个步骤去实现的啊 首先数据来源分析里面的话 又分为两个小点 第一个呢 明确需求 第二个杂宝分析 好 明确需求呢 就是明确采集的网站 以及数据内容 数据内容 网站的话 我们是选择任意一个网站 任意一个视频网站都可以啊 就是任意一个视频内容 比如说我们选一个稍微 短一点 长一点 短一点的吧 选个30多秒的也可以啊 就这个 好吧 我们先采集一个视频 然后再做批量的 妈呀 他怎么有声音 啊 OK 我们暂停了暂停了 我们先采集一个视频 然后再做多个视频的一个采集啊 就是这个网站 啊 字体太小 你可以自己调啊 对啊 字体小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调啊 自己调一下就可以了 确定好了自己的网址啊 这是我们的一个网站啊 就是我们要采集的一个视频内容 我们的数据的话就是一个什么呢 很简单 一个是视频内容 以及呢我们的一个视频标题 我们主要要这两个数据就可以了 那么接下来的话 确定好了数据之后 我们要去抓包啊 要去抓包 要去抓包 抓包的话 它就是通过我们的一个开发者工具 进行的一个抓包分析 这个过程的话 都是在浏览器上面进行的一个操作 呃 配置注视颜色也行吗 注视颜色的话 你可以在编辑器当中去调制配色啊 配色方案可以自己去调 啊 如果说想了解的话 给你大概讲一下吧 这颜色的话 点击设置啊 设置的话有个编辑器 编辑器里面的话 有一个配色方案 有个配色方案 配色方案的话 你选择pathon 然后呢 这里面的话 就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 去调颜色就可以了 好吧 根据你自己的喜好 像注视的一个颜色啊 啊 定义类的一个颜色啊 对吧 这种七八八的 你可以自己去 自己去选择啊 然后改这个颜色就可以了 OK 你们自己去改吧 啊 自己结个图啊 编辑器配色方案 然后选pathon OK 那我们来分析一下啊 那么首先的话 第一步打开开发者工具 开发者工具 F12 或者说我们右键点击检查啊 我们这个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 右键点击检查 选择network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网络面板 呃 中文的是怎么弄的 中文的话是需要去安装一个插件啊 在设置里面啊 设置里面的话有一个插件 对啊 就program PU开头的 然后你在这个市场里面去搜索tranese就可以了 啊搜索这个tranese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变成中文的 那这个的话是一个翻译的插件啊 这个的话是一个 呃汉化的一个包 然后这个gbt的话没什么用啊 还有一个csv的一个文本读取啊 就是看文件的 会效果好看一点点 就这一个 呃补权的 它是代码自动提示的 这拍下的话有自动代码提示补权的 ok啊 有的网站会禁止开发者工具吗 有的网站肯定会禁止开发者工具啊 那你去干嘛呢 给他呃 有有方法的 也可以替换啊 也可以去改他的cs代码 也可以去选择跳过啊 都有的 ok啊 刷新网页 我们这两部啊 先打开开发者工具 然后呢刷新网页 在我们这浏览器上面进行啊 我们右键点击检查 选择什么呢 如果说你是一个中文的啊 如果说你的开发者工具的话 它是一个中文的样子的话 你就选择这个网络面板 右键啊 点检查 选择这个网络面板 如果说你是英文的话 就选择那个network 就是这个 就这个啊 network 然后第二步的话 我们就刷新网页 到刷新网页 刷新网页之后的话 我们这里面会给我们返回 比较多的一些数据内容啊 比较多的数据内容 像我们这些数据内容的话 好多同学可能说找不到这个B站的数据在哪里 它其实是需要有一定的一个经验的 需要有一定经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像我们B站的一个数据的话 它有一个内容啊 有个东西是比较明显的 就哪一个呢 就这个 M4S M4S 你看它返回的这个东西啊 它有非常多的这种M4S的一个内容 像这个的话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二进制的数据内容 二进制的数据 你看它返回的也是这种乱码的东西嘛 它像这种的话 其实就是一个二进制的东西啊 我们想要的一个视频内容的话和音频 它都是这种格式的 都是一个什么什么 啊 点M4S的一个内容 都是这个 那我们想要把这个视频和音频内容拿出来的话 它是在哪个地方呢 我们也可以去搜一搜啊 你可以直接把这个东西复制一番 然后你搜一下 搜了搜的话 你能够看到有非常多一模一样的 你看没有 有很多这种一模一样的一个视频内容 一模一样的链接 它为什么有这么多链接呢 第一个的话是它的 你看有有很多一样的嘛 啊感觉都是一模一样的东西 看到没 啊为什么有这么多啊 第一个的话 它是一个分辨率的问题 它是有很多的一个分辨率 其次的话 它是音频是一个链接啊 一个是呃 有一个什么呢 音频 它音频是链接 然后视频有链接 然后还有什么呢 还有分辨率啊 还有备份的网址啊 备用的网址 所以说它这里所显示的这种M4S的话 是特别特别多的 特别多的 但是我们要去找它这个东西在哪里的话 你可以直接去搜 搜到我们找到这一个数据 包其他都是一样的啊 你看这个外部的话 它也是一样的 一样的 唯一有一个不一样的话 就是哪一个呢 就这个 就这个数据包 你看到没有 到我们去搜的话 我们想要的一些数据的话 基本上都能在这个数据包当中能够看得到啊 在这个地方能够看得到 知道吧 那么点进去看一下 点进去 点进去之后的话 我们就能知道我们其实想要的数据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看没有 他这里面的话有我们的一个bass ul bass ul的话是基本王子 他有两个基本王子 两个备份王子 backup ul的话是备用的王子啊 那这个的话是我们的音频啊 audio的话是表示的是音频 我们的数据的话 它是分为了一个audio的音频内容 还有一个呢 还有一个的话是一个呃 video的一个 video的话可能在上面啊 这个的话是audio audio的话一个列表 列表里面的话是包含了很多个的 很多个的 然后对应的是一些相关的分辨率啊 那我们的视频的画面的话 他也会有一个什么呢 啊也会有一个video的一个数据 就是我们b站的视频的话 他是这样子分开的 一个是video一个是audio 就是b站的视频啊 他是一个什么呢啊 音频 音频和我们的视频画面 是分开分开的两个链接 不像我们普通的一些网站数据的话 你去采集视频 他音频和视频是一个链接 但是我们这个b站的话 他是分开的啊 分开的 这啊分开的 所以说我们要呃 把这两个东西全部拿下来啊 把它全部拿下来 没有没有 那这个的话是1080乘1920的 那这里有个分辨率显示1980乘1920 然后下面的话 那这里是1080乘1920的 然后还有720乘1280的 对都是相对应的一个分辨率 还有480乘852 懂了没有 好吧 这个东西的话就是我们要去找的数据 就在这个什么呢 play info里面 在这个play info里面 我们刚刚去找到的 他其实的话 其实这个数据就是来自于什么呢 网友员代码 其实就是在他的网友员代码当中就有 如果说你不会这样子去抓包的话 如果说你不会抓包 你也可以干嘛呢 右键点击查看网友员代码 右键点击查看网友员代码 然后在这个界面 你counter加f进行个搜索 counter加f 搜一个什么呢 搜一个play 啊搜一个play info 搜一个play info 他第一个啊 第一个出现的 出现的第一个play info 他后面的数据就是我们想要的内容 啊 就在这个地方 就在这一块 那他的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分辨率啊 就出来了 我们想要的另一节的话就在这里 明白了吗 理解没有 好吧 其实我们想要的数据的话 就是这一个 高分辨率是不是要会员能爬出来 对的 如果说他有一个 怎么说呢 他怎么跳了这么多东西 跳了这么多数据 如果说他有一个 这里不是有一个分辨率的吗 像这种的话 你就不需要了 不需要会员 就可以爬1080p的 如果说他要会员的话 他上面会写个 后面有一个加个什么 加个会员两个字 但是技术啊 如果说你要爬这种比较高清的 分辨率的话 你一定要登录账号 一定要登录账号 一定要登录这个b站账号 因为你不登录b站账号的话 会有一个问题啊 你比如说我这里随便再重新找 找这个好吧 我们找一下这个 我们给大家对比一下 就是我登录了账号的话 他能看到最高清的数据的 如果说你不登录账号的话 这里的话 你看没有 你看1080p的 你看到没有 他这个的话就要大会员 是吧 如果说你要这个什么 1080p高码率的 他就要大会员 如果说你没有登录的话 你比如说我换一个 换一个无痕啊 换一个无痕 给你们演示一下 换一个无痕的 这个的话是没有登录的 他怎么又有声音呢 你看没有 登录免费享受高清的 如果说你没登录的话 你只能看到哪个 你只能看到流畅的 你只能获取到这个数据 你这个数据是获取不到的 这些数据是获取不到的 这个能破解吗 不破解啊 我们爬虫的话 是教大家去采集数据 不是破解数据啊 记住啊 好吧 爬虫的话是带大家去 对不对 我们是采集不是破解啊 破解的话是违法的 OK啊 那么现在就清楚了 我们想要的一个数据内容的话 其实就是在这个链接当中的 网约代码 就在它的一个什么 网页 那原代码中 可以获取相关的数据啊 就有我们想要的数据 那我已经确定了 请求了网址之后呢 我们去写代码的话 就比较简单了 爬虫基本的 它有四个步骤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 爬虫基本的代码步骤 有哪几个 大家知道吗 有没有同学了解过的 分为四个步骤啊 第一步第二步啊 第三步 还有呢 第四步 课程版里面有破解吗 我告诉你啊 课程里面也不会交破解 因为破解是违法的 同学 是违法的 懂吗 是违法的 我就这么跟你说一个事情嘛 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案例 真实的一个案例 就是大家可能知道有一些论坛网站 开源代码吧 大家都知道开源代码 就是某个人啊 就是我称之为A啊 A对吧 在某论坛上面开源了一块软件 某论坛上面开源了一块软件啊 那一个软件 然后这个软件的话被人家干嘛呢 被那种违法犯罪的人 去干嘛呢 违法的人啊 去用了 然后那个人被抓了 违法的人抓了 被抓了 然后的话就是他说 你这个软件从哪里来的 是不是在哪里买的 是不是自己做的 他说我是在网上找的 然后找到之后的话 然后警察也抓到了这个A 然后这个A的话被判了 一年半还是两年 懂了 被判了一年半还是两年 所以说像有些东西的话 你不要搞 对啊 搞了它是违法的 好吧 有些东西它是违法 这个真实案例啊 这是真实案例 是实实在在发生的 而且那个论坛的话 其实很多同学应该是了解过的 就这里就不说出来了 OK啊 明确解析 提取保存 对吧 差不多啊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 我们的基本步骤的话 大概是这样子 但我们第一步的话是发送请求 第二步是获取数据 第三步呢 是解析数据 第四步的话是保存数据 这个的话才是我们爬虫实现的最基本的一个步骤 懂了吗 发送请求呢 就是模拟浏览器 对于我们的URL地址去发送请求 就相当于我们要干嘛呢 模拟浏览器的话 就写在上我们 一般的话就是携带我们的一个浏览器的一个信息 还有呢 加上一些用户的一个信息 因为我们要登录账号才能看到什么呢 最高清的嘛 最高清的一个数据 对所以说我们有也要加上这个用户的一个信息啊 那么链接的话 我们的一个请求的URL地址就是刚刚所找到的这个链接 就找到这个链接 然后对于它去发送请求就好了 发送请求就可以了 知道吧 然后我们去干嘛呢 获取数据就是 获取的是服务器返回的响应数据 响应数据也就是哪一个 就这个啊 我们刚刚不是 我们重新来一下 把这个打开啊 给你们看一下 刷新一下 我们刚刚不是说要请求的是哪个 请求的是我们这个链接吗 那我要获取的就是它响应的一个数据啊 那我们要请求的是什么 是这个链接 对要请求是这个链接 那这个链接 那我要获取的就是它这里面的这个响应数据啊 啊 获取的是这个啊 获取它是这个响应 这个响应的话就是服务器返回的响应数据 那解析数据 这里响应的话是获取的是整个 整个网站啊 整个网页的数据内容 那解析数据的话就相当于 把一些没有必要的就给它删掉啊 把一些没有必要的就给它删掉 就提取我们需要的 我们需要的数据 两个 一个是音频链接 还有呢 视频链接 以及我们的视频标题啊 这是我们要的东西 我就给它取出来 其他东西不要的话就给它删掉 就可以了 保存数据的话就相当于 获取音频和视频的内容 然后整合啊 然后合并成一个完整的视频内容 大概的一个步骤的话就是这样子的 呃 YouTube啊 可以爬吗 可以啊 用request可以去爬YouTube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OK啊 啊 这是我们的大概的流程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写代码了 写代码的话有不懂你可以直接问啊 因为思路的话应该大家都清楚了 就是我们数据在哪里啊 OK啊 呃连VPN肯定要连啊 你不连怎么访问到数据呢 那么首先第一步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说了 首先要去做一个什么呢 模拟浏览器 啊 要做一个模拟浏览器 模拟浏览器怎么去做啊 它其实就是一个Headers请求图 啊 它就是一个Headers的一个请求图啊 我们这里写一下 那就是请求头的一个内容 请求头 主要注意的话 它是一个字典啊 是一个字典的一个数据类型 我们要以一个花块 给它把数据给它包裹起来 然后里面的参数的话 我们能够直接在开发者工具当中 选择这个标头 然后呢 它下面会有一个响应标头和请求标头 我们主要是要的这个请求标头里面的内容 主要是要的这个请求标头啊 然后我们要的是两个 一个是啊 Cookie啊 一个是Cookie的一个用户信息 那Cookie 给它获取一份 啊 获取一份的话 它这里面有一个引号 给它转移一下 那个引号呢 好 在这里 啊 这个引号的话 也给它转移掉 OK 还有一个是什么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UA啊 这个UA UA的话我们也给它复制一份 UA也复制一份 也加上我们的引号 这个引号的话一定要加啊 你不加的话会报错的 不加的话会有问题啊 就加这两个东西去了 Cookie的话 主要就是我们的一个啊 用户信息啊 就要常用于检测 是否有登录账号 是否有登录账号 UA的话 它是什么呢 这个user agent 简称是UA啊 就是用户代理的意思 表示的是浏览器的基本身份信息 用单引号还是双引号 单引号双引号都可以啊 短你用双引号也行 单引号也行 啊 这个不影响 单引号双引号都行 好吧 OK啊 这是模拟浏览器啊 直接复制过来就行了啊 那我们的请求网址呢 我们的请求网址也可以复制一下 URL URL 这个网址的话 我们就要前面这一段就行了 后面这一段的话可以不用要 这一块的话 要不要无所谓的 大家可以不用要 写那么长 没用啊 他后面那一段内容 就是你不加 你就加这一段 那他也能访问这个网站 看不到 你不加那一部分 他也能访问这个网站 所以说那后面那一段的话 你不要也没关系啊 无所谓的 模拟浏览器的格式 几乎都是一样的啊 差不太多 因为我们都是在请求头里面 复制过来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什么呢 Cookie啊 Reform啊 Host啊 我们的一个 对吧 UA啊 基本上就这些啊 或者说有些网站 他有反扒的话 可能会有一些特殊的字段 他有些特殊字段 好吧 都是在你请求 一般的话就是 我们请求哪个网址 到我请求这个网站 你就在这个网站 下面去找就行了 对啊 你请求这个数据包 你尽可能就在这个里面找 尽可能在这个里面找 因为我们请求他的话 携带这些 你能得到这些数据 懂了吗 就在这个标筒里面找就好了 OK啊 那么接下来的话 就是发送王者 发送请求 发送请求的话 我们需要注意啊 需要干嘛呢 去导入一个数据 请求的一个模块 Import 一个Request 这个模块的话是需要安装的 需要安装啊 PIP In Store Request 进行一个安装 刚刚前面有个同学问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PIP安装的话位置不对 我不知道那个同学还在不在 叫什么来着 刚刚前面有个同学问了一个问题 我大概瞄了一眼 这个A0学习啊 他前面问了一个问题 是很多同学犯了一个问题 就是我在CMD和终端安装的包是不是一个地址 为什么我在不同的位置安装 我还是 为什么我的就是在不同的位置安装 首先啊 首先啊 首先安那康 康大的话也可以安装 但是我们一般用的是PIP Install这个打错了 对吧 第一个的话 你终端的话 一般在我们拍掐的终端 你要去设置一下它的一个路径 要去设置一下路径 要去设置一下路径 然后呢 并且的话 你的环境只有一个啊 并且你的一个环境变量啊 要设置好的 要设置好的 懂了吗 有可能说你的是虚拟环境 有可能说你的安装了多个版本啊 这建议的话就是安装一个就行了 然后说你可不可以用其他的 你统一跟我们一样的就行了 但你会的话 你可以换其他的啊 你会的话 你可以换其他的 如果说你不是很会的话 你就跟我跟着我的节奏来 就跟着我的来 我用什么 你就用什么就好了 这样的话 就是避免大家在一些环境方面 模块方面出现一些问题啊 好吧 啊 那个同学可能他已经不在了 那么直接发送请求 Request 点上一个get请求 Ul等于UIL Headers等于Headers 再用一个Response的编量去接收 OK 这样的话 就是我们发送请求最基本的代码 最基本代码 懂了没有 哇 这个发送请求的话 那我们可以打印一下这个Response 打印一下PrentResponse 基本上的话 我们一般他情况是返回一个Response Response 200一般情况的话 我们去请求成功的话 基本上都是返回的是一个这个玩意 返回是这个玩意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响应对象 响应对象 200的话是双碳码 表示的是请求成功 表示请求成功 就说明我们大概写这一副分的话 就是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 当然他仅仅只是表示成功 仅仅只是表示请求成功 懂了没有 他只是表示请求成功 因为有些网站的话 你虽然说他响应也是一个Response 200也是感觉好像也是成功了 但是你要去获取他返回的响应数据的时候 你会发现他有点不一样 有些网站会有这种反扒的 就是你正常请求感觉也是个200 但是你发送完请求之后 你获取的数据和他在这里看到的数据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懂了吧 OK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第二个 获取响应数据 第二步 获取响应的一个数据 像如果说我们要获取的是网页源代码的话 网页源代码 你要获取网页源代码 也就是像这种的一个前端代码的样式的这种东西 我们直接获取他的文本就可以了 我们一般的话就称之为什么呢 文本数据 响应的一个什么呢 文本 文本数据 我们Response 点上一个Tax就可以了 点上一个Tax 然后用一个变量名去接收 你可以不接收也可以接收 用个HTML接收 打印一下这个HTML 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够看到 看到他返回给我的具体的数据是什么样子的 看到我们网站返回的数据是什么样子 懂了没有 OK 这前两步的话有没有问题 关于我们发送请求和获取数据的话 我们目前写到的这些代码的话 有没有疑问想问的 没有问题的话 你可以扣个6 有疑问的同学可以扣5 想听老师讲解爬天气 同学你看就是你作业 对吧 你看就是作业 一般说想看爬天气的都是作业 讲得好 对浏览器有啥要求 没有 对于浏览器没有任何要求 我们去做 我们今天所用的这个request的一个模块 去爬数据的话 对于浏览器是没有任何要求 没有任何要求的 OK 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解析数据了 第三步 解析数据 提取我们想要的一些什么标题 对吧标题和音频链接 还有视频链接 音视频链接 OK 那么这里解析数据就是什么 直接就是老师用啥我就用啥 对的 我用什么你用什么 就是最好的 最好的那肯定不会有问题 你跟我因为环境都是一样的话 我代码包错了 你也会包错 我代码没包错 你也不会包错 OK 我们解析数据的话 教大家用正则 教你们用正则去解析数据 那么导入一个正则表达式的模块 import一个 import的话就是我们导入的关键字 关键字 关键字的话都是这种黄色的 这个是内置的 不需要安装 内置模块是不需要安装的 记住 因为我们在python里面的话 它有两种情况 模块的话有两种 一个的话是内置的 内置模块的话就是相当于什么呢 你安装python环境的时候就自带的 自带的 第二个的话是第三方 第三方模块 第三方模块的话是需要安装的 就是没有自带的 有点类似于说你手机的应用 像我们的一些微信 对啊 网者荣耀 这些都是第三方应用 你要自己去应用市场下载 像我们的电话短信 这些东西 还有是像相机 这个的话都是自带的 对吧 自带的就可以不用去安装了 OK用正则 正则的话怎么去用呢 很简单啊 正则的话是比较简单的 我们一般所使用的话 是用的一个 R1点上一个found out的方法 用的是这个 用的是这个R1点found out 它的意思其实比较简单 对啊 就是从什么地方 对啊 从什么地方去找什么数据 对啊 从什么地方去找什么数据 我们要在这个括号里面 给它最基本的两个参数 最基本两个参数 一个是你需要的数据 对啊 我们需要的数据是什么 然后还有一个是呢 哎 数据在哪里 数据源 数据源 对啊 数据源 你要什么 从什么地方去匹配什么数据 你比如说 我要标题 对吧 我是在这个里面去找标题吧 那么首先要看一下 它的标题在什么地方 我们这个网站 呃 这个视频它的标题是什么 我们搜一下 D 昏君体验卡 咱们搜一下 好 它标题在这个地方有 看了没有 这个地方就有一个标题 啊 这里是不是就有个标题 啊 像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一般的话 你像这一段爱都有标题 到这个地方也有啊 这个地方也有标题 到这里也有标题 这里也有标题 我们一般的话 如果说我要取这个 你就前面复制一部分 后面复制一部分 你比如说我就复制到这里 好吧 前后左右 我都复制一点点 然后呢 给它暂停过来 暂停过来 这个是我们要的数据 那我这个数据是从 从哪里去找的 是不是从这个网页原代码 就哪一个 就是这个html嘛 就我们前面所获取的 它的一个网页的 一个原代码数据 那就从我们这个html里面 去获取的 那最终的话 我们所要的内容是哪个呢 要的是这个 就用个什么呢 你要的数据 就用括号括起来 然而里面的内容的话 你不管它有什么东西 你全部用一个典型文代替 无论说它是有文字 数字字母 标点符号 还是什么 对啊 我们全部用典型文代替 表示我要的内容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 变量名去接收就好了 用个title的变量名去接收 那它的话 就会把这个标题 直接给我们返回出来 只要是符合这个规则的 就全部给我们返回 你看符合这个规则的 它只有什么 只有一个 只有这一个 所以说它就返回了 这一个数据 返回这一个数据的话 它是返回的是什么 例表 中国包裹起来的 是我们的什么 列表 列表的话 我只要它列表里面的 这个 组串 只要这一段内容 我们怎么办 列表所有位置取值 好 列表所有位置取值 这样的话 我的标题就出来了 标题就出来了 看懂了吗 这是我们正值的表达式的一个使用 就这么简单 好吧 就这么简单 那比如说 我来提取一下什么 视频信息 英视频的一个信息 英视频的一个信息 那么英视频信息的话 我们前面是不是说过 它在哪里 还记得吗 我问一下大家 还记得我们的音频和视频的数据 它是在哪个地方吗 各位同学 前面有讲过的 在哪里 还记得 还有没有同学记得 在哪个地方 搜哪个关联字 搜哪一个关联字 可以找到 玩员代码 我知道是在玩员代码 这个都是我的玩员代码 忘了 A和V 对吧 A和V 我们知道 是选择 Audio和Video 但是这两个东西在哪里呢 忘了 忘了是吧 搜哪个 搜PlayInfo PlayInfo 我们前面说过 它就在PlayInfo 第一个 第一个 你看这里的话 是搜了蛮多个的 我们是在哪里 第一个里面 在第一个 在第一个里面 后面这一段 在这个话括号里面 就这一部分 在这个里面 搜这个PlayInfo 所以说我们现在要的是 要的是这一关 等于号这一端 对不对 那我们就可以干嘛呢 从这边给它复制一份 从这里复制一份 那么写一下 R1点上一个放到 从哪里开始 从这个等号开始 我们用个括号 点心问 一直匹配到哪里呢 匹配到它后面的话 也会有一个这样的标签 有个类似于这种标签 这样的 匹配到这个地方 截止 就把中间这一段内容 给它获取下来 给大家看一下 到这里截止 到这个地方截止 从这个地方 从这个等于号 从这一段内容 这一段内容开始 然后到这个地方截止 中间的这一段内容 全部是我们要的 从哪里匹配 也是从这个里面 复制过来 然后的话 它返回一个内容 我们是不是也是取个零 对 也是取个零 它的话 就是我们的一个 相关的信息 用个info 接收一下 这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相关的 信息内容 我们的audio和video的话 就在这里面 我们的video和audio的话 就在这个里面 它的一些链接 在这里 看到没 我们的链接 是不是在这里 明白了吧 记住 关键字 收的是哪一个 OK 那这里的话 问一下大家 问一下大家 一个非常经典的问题 这个是什么数据类型 经典问题 这个是什么数据类型 如何查看数据类型 如果说 如果说我要通过 如果说我要通过 拍摄代码 拍摄代码如何 如果说你真不知道 它是什么数据类型的话 我们可以怎么去查看 问一下大家 它是什么 字典 OK 接审 数据类型 接审的话 是一个数据储存格式 好吧 接审的话 你要说接审 因为我问的是数据类型 不是数据格 他接审的话 它是一种数据格式 接审的话 数据存储格式 它是一个数据格式 不是数据类型 类不对 字典 字符传 对吧 如何查看 用这个typ 是的 列表 OK 还有说列表的 说字典的 我能理解 说 说接审的 我也能理解 但是这个说列表的话 我不是特别明白 特别明白 对吧 说字典的 对吧 那它究竟是什么呢 来我们看一下 我们可以用这个去打印看一下 tp tp 打印看一下 它是什么 这个话是一个内置函数 可以查看数据类型的 那是个什么 只有一个同学说对了 只有一个同学 这个是马后炮 不管 你是个马后炮 就一个同学 还打了个问号 但还不是很确定 对 所以说它其实是一个什么 它是个字典 它其实是一个字典 懂了吗 花库号 花库号咋的吗 那我问一下你 你说既然说 它是花库号 对吧 为什么它就是一个字典的 那我问一下你 这是个什么 你说这也是个字典吗 这也能是个字典吗 我把这里附线一下 对啊 code 那 等于什么 零 你能说这是个字典吗 对不对 不能吧 它是一个什么 主创 它外面的话 其实是有个引号的 它在这个外面的话 其实是有个引号 这里有个引号 这个引号的话 它是一个什么 忽略掉的 OK 那我们给它转一下 我们把它转成什么呢 给它转成 把我们的一个 接生字不算 转成接生字典 你用用 用这个EBAL的话 也行 你自己去用 我比较喜欢用这个接生 导入我们的一个接什么块 个人爱好 你可以自己根据 自己的情况去选择 其实方法能够去实现的 方式方法是比较多的 你可以选择自己比较喜欢的 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用这个接生 接生点上闹的舍 把这个info给它传去 我们再用一个接生data去接收 OK 我们打印一下这个 给你们看一下 对比一下 对比一下它的一个差别 那这个的话就是字典 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子不算 哇 字典是什么 有点糊涂 可以百度一下 它是一个数据容器 以一个建置对的一个形式 去做为一个储存的 然后它的一个建 建与值之间是用冒号隔开的 然后建置对与建置对之间 是用我们逗号进行一个分割的 用来储存我们的一个数据 然后它的建的话也是一个唯一性的 好吧 而且不能以数字 它的建名的话好像也不能 它的建的话好像也不能是数字 好像忘了 那个被被被不了一点 算了 我还是不被那个名词了 难得被 对吧可以自己百度一下 OK啊 这个的话就是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字典了 字典了 变成字典之后的话 我们要通过什么呢 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个 大家比较喜欢用的这个阶神吗 在线阶神解析 对吧 在线的一个阶神解析 去解析我们的一个数据 接线再线解析 格式化一下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的话 是不是要取里面的数据 取这个audio的一个数据 看吧 这个audio的一个数据 是不是在这里面有 还有呢 还有我们的一个 video和audio的一个数据 是不是在这边 那个audio的 audio在这里 到audio的一个数据 它这里格式化不好看 它这个不好看 换一个 这里格式不了 这里为什么格式不了 还是看这个 OK啊 那么杰森的话 他返回的是一个字典啊 字典的话 我们要去提取什么呢 提取我们的一个视频链接 视频链接 怎么去取 既然我们大家知道 它是个字典了 既然已经知道是字典了 那么就干嘛 箭直队取值嘛 一层一层提取啊 一层一层一层去提取 你用箭直队也可以 用get也可以 这个都行 都可以 那么就一层层去取嘛 我们最开头的话是哪里 是这个data吧 最开头是这个data 取data下面的 大许下面的一个video video下面的一个什么呢 呃 列表 列表之后的话 取它的一个第0个 然后再取这个bass ul 啊 bass ul 啊 为什么要分开 合起来不是更省空间吗 比如说mp4 呃 要不你去打一下 它的客服电话 问一下 你说你们为什么开发人员 要把这个分开 而不直接合并到一起 让我采集的难度有点大 对吧 而且很麻烦 你要不打个 打个b站的客服 去跟他说一下 反馈一下 反馈一下 对吧 你你这问我为什么 对吧 我怎么能理解他的想法呢 对吧 人家开发人员 自己去这么写的 我也没办法呀 同学 OK 一层层去啊 对吧 人家自己写的 我也没法 没得法 是不是 OK啊 那么首先取哪一个 首先取这个data 打取data 然后再取它下面的一个什么呢 取它下面的哪一个来着 把这个关掉 data data完了之后的话 取这个dash 取这个dash dash完了之后的话 取哪个呢 取这个video 啊 videa 对吧 取这个video 然后videa的话 它返回的是一个什么呢 返回的是一个列表吗 反而是个列表的话 我们就取第0个就行了 因为第第0个的话 第一个的话是最最高清的 取零 取零完了之后的话 再取它的一个bass url 这个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视频链接 video url 啊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一个视频链接啊 啊 这就是视频链接 那么的音频链接怎么办呢 你把这个改成一个什么 啊 改成一个audio就行了 就是在哪里 它其实跟这个是对应的 跟这一条是对应的 我们只要把这个video 改成一个audio就可以了 把它改成一个audio 来把名字 给它改一改 好吧 这样的话链接就有了 知道吗 这个能不能看得懂啊 就是见识对取是一层王权 就相当于是这个样子的 我给大家去大概解释一下 大概解释一下 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数据的话 它是一个这个样子的吗 咱们一般啊 一般的话我们一个数据啊 比如说我们DAT 第一个的话是对应的什么呢 一个DATA DATA里面的话 有我们的一个什么 又是一个类表 又是个类表 类表里面的话有一个什么 有个大许 大许的话 它里面有一个什么 又一个类表 它里面有一个类表 然后类表里面的话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有两个 一个是video 一个是video video对应的是一个什么 对一个对应的一个字典 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是我们的一个 audio audio 哎 这audio怎么打来的 audio 然后对应的也是一个类表 好类表 然后类表里面的话是有很多个字典吗 有好几个字典 对啊 大概是这样子的 有好几个字典 对有好几个字典 然后我们也给他写一下 好吧 有好几个啊 有好几个 我这里就缩写一下了 缩写一下了 然后它这个里面的话 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有个有个URL 对啊 字典里面有个URL的话 对于我们的一个3W点什么啊 xxx.com 好吧 这个的话你们自己补权一下啊 填空题啊 自己补权 那这里面的话也有一个URL啊 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说我们就根据一层层取啊 一层一层取一层 取完这个再取它 再取它 懂吗 然后返回一个列表 然后我们再取里面的内容 就一层层往上去 就套娃嘛 无线套娃 啊 无线套娃 因为其他东西的话 就是没有用的啊 其他东西的话都没有用的 你主要是按照这个 呃 层次一个一个去搞就行了 OK啊 啊 填空题 3W点什么啊 点抗啊 点抗 或者说cm都行啊 都行 对啊 填空题 自己去填啊 OK 那取到的话 我们这些东西的话 我们就不要了啊 答案一下 Title 还有呢 我们的一个链接啊 Video链接和Audio链接 那我们基本的话 我们想的数据 它就出来了 想的这两个数据的话 我们就有了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想问的 各位同学 对于前面这一块的话 有没有疑问想问的 没有的话 目前还跟着上的同学 可以考虑啊 目前还能跟着上的同学 可以考虑啊 有疑问的话 还是可以coco5 然后去进行提问 我可以给你们解答 没有的话 我们就要保存数据了 666 都没有是吧 好的 保存数据的话 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啊 有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就这个链接啊 这个链接有问题 我们点进去 它是个403 你说哎 老师你写的这么多代码 你最后获取的链接是错的 对啊 这个链接其实是对的 这个链接是对的 但是你直接这样子去请求的话 它是个403 403 403是什么意思呢 403的话啊 一般是表示 我们没有访问权限 没有访问权限 没有访问的一个权限 大概率的情况的话 我们可以给他加上一个什么呢 加一个 在我们 但是用代码的话 我可以去加一个404的话 一般就是没有资源啊 404是没有资源 啊 404的话是没有资源 打一可以理解为 就是你的网站有问题啊 就是网址有问题 就是没有资源 打一是可以理解为 是网址有问题啊 网址不对 OK啊 我们要加个什么 加个reform防盗链 给他加上一个reform防盗链 对啊 加一个防盗链 好 这个防盗链的话 我们直接加b站的那个就可以了 加b站的一个主页的这个链接 加一个reform 我们给他复制一份 加个防盗链 在我们请求头里面加 reform 这个防盗链的话 我们直接用b站的主页 这个就行了 对吧 你用他的也行啊 直接加个防盗链就可以了 对吧 reform是什么东西 防盗链 就是干嘛呢 告诉服务器 你请求的王者啊 你请求的王者 是从哪里 跳转过来的 就是我们请求这个 比如说我请求这个链接 对吧 它是从哪里来的 有一个出处 对吧 有个出处 有个来源 这样的话就是可查 来源可查 说明你来路清白 对吧 你来路是没有问题的啊 你不是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那就没有问题了 好吧 那么直接去获取一下视频数据啊 获取音频内容 还有我们的一个视频内容 那么就是 request 点上一个get的请求 Ul 等于audio Ul heads 等于heads 点上我们的一个content 获取它的一个内容啊 点上一个content 然后我们再用一个啊 audio的一个content去接收 ok 这是获取音频内容 那获取视频呢 同样的嘛 你把这个链接改了就可以了 把这个链接改了就行了 然后这里的话改成一个video 就好了 好 这个的话就视频内容 然后有了视频内容之后的话 我们进行一个什么 进行一个文件的一个保存 文件数据保存 用visopen visopen的话 首先给个文件夹 加上title文件名 再加个什么呢 后缀点p3 把mp3 哎 model 等于一个wb is我们这个audio吧 直接用这个吧 然后audio的话 点上一个write写入内容 把我们这个音频内容写进去啊 音频内容写进去 同样的我们视频的话也是一样的 视频的话这里就是mp4 然后我们给它改成一个video video 写入我们的一个什么视频内容 这样的话我们的音视频数据的话 就给它保存出来了 就给它保存出来 但是我们这样子保存的话 它只是单独的保存 只是单独的 我这里在这个里面啊 那 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mp4 播放一下 它的话只有画面 它只有画面没有声音的 你看到没有 它只有只有画面的 这个画面啊 是ok的 没有问题清晰度也很高 对啊 清晰度也是非常不错的 但是没有任何声音 我这里声音的话已经是拉满的啊 拉满 看没有 也是没有声音的 呃 这个的话 是什么呢 这个mp3的话 它只有声音 我们播放一下 听到没 这个的话它只有声音 没有画面的 所以说这是两个啊 数据啊 两个数据 两个数据 明白了没有 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当初 要把这两个东西拿出来的原因啊 就这样子啊 拿到之后的话 我们就要干嘛呢 合并 合并啊 音视频 懂了吧 那问一下 合并音视频的话 我们啊 我这里会用到一个什么啊 使用到一个fmpeg的一个小软件 这个软件有了吗 来 有的 扣1 没有 扣0 有的话 扣1 没有的扣0 可以爬bgm 对啊 你可以爬pgm 如果说你只要音频的话 那你可以这样 就这样去写就可以了 都没有 没有的话 扫码加进行老师 来扫个码加进行老师去找他拿一下 找他去拿一下 把这边关掉 进行老师的二维码呢 这是他的一个维码 你可以扫码找他去要这个 软件 要这个软件 好吧 也可以加微信号 微信号 进行老师 Python 1018 扫码也可以 这个 你们自己去要一下 自己去要一下 那么怎么去用呢 首先啊 发给你的话 它肯定是一个 压缩包 给你们发的话 我给大家去讲一下这个东西 怎么去用啊 怎么去啊 软件可以去网一下吧 那你可以 你说老师 对啊 我不配加他啊 他不配加我啊 进行老师 他不配 是吧 那我就不想加他 对啊 我不进女色 那他哪怕再好看 我也不加他 对啊 我就不要这个代码 我就不要这个软件 我就要自己去下 那你可以自己去下 好吧 那那我没办法 没得罚啊 没得罚 然后发给你的话 是一个压缩包 你说可不可以去软件下 你可以去试一下 你能找得到就下吧 你找不到的话就发给你 我的合备不了 好像报错 OK啊 我教你们啊 教你们啊 怎么弄啊 首先找他拿到这个软件 一般的话啊 是个压缩包 第一步啊 要解压压缩包 任意位置都可以啊 任意位置都行啊 都行 第二步 添加环境变量 啊 去添加一下环境变量 怎么 你比如说我们这里的话 软件在这个里面 你把这个路径复制一下 然后呢 在我们的电脑当中 去添加环境变量 我给你看一下我的 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环境变量 pass 那我的话就放在哪里 放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 把这个路径复制过去 添加一下这个环境变量 变了吗 给它添加进来 添加进来的话 你要确定确定 确定一下就可以了 就把这个路径复制一份啊 就是你的压缩包的路径啊 给它复制一份 添加环境变量 完事了怎么去用呢 来我们首先啊 用到一个命令 这个命令的话 你不需要去记啊 我直接发给你们 就这么一个命令 就这个命令 发给你们 你们不需要去记啊 不需要去记 因为我也不记这玩意 这玩意谁记 谁谁要记谁记啊 反正我不记啊 OK就这个命令啊 这个命令的话就相当于 通过这个软件 然后呢 你的一个视频路径 然后呢 你的音频路径 然后进行一个合并啊 这些是一些合并的一些命令方式 然后干嘛呢 给它输出到哪个文件 入进去 我已经入进去 等了没有 然后其次的话 我们再导入一个模块 导入一个什么 我们那个什么进程模块 导入一个叫什么进程模块的 把我们inputsub p什么玩意的啊 这个话叫做什么 只进程吧 好像是翻译一下 啊 只流程 这玩意 这个玩意的话 可以帮我们打开cmd啊 就可以运用我们cmd去合并啊 来 我们通过他点上一个什么run 把我们这个cmd给他放进去 把这个命令直接丢进去 把这个命令 卡死了卡死了 完了 电脑卡死了 申请换一台好的电脑 啊 这样的话就合并一下就可以了 好吧 就这样就可以了 啊 比如说我们把这里删掉啊 给它干掉 哇 我们给它干掉 来 我们运行一下 是吧 直接给他 呃 运行啊 运行之后的话 来我们看一下效果 啊 他现在在爬嘛 现在在爬 啊 这里的话有个红色啊 红色不是报错啊 啊 这个红色不是报错啊 这个红色的话 是一个合并的信息啊 合并的一些信息 一些信息提示啊 他没有问题啊 然后呢 他就给我们输出了这个玩意 看到没有 好 就输出了这个 这个的话就是有声音 又有画面 他既有声音 又有画面 来播放一下 哦呦 声音有点大 到了吗 来 看到笑话 同学可以 扣扣6 老师戴了耳机 对我戴了耳机的 戴了耳机的 还没有水印 啊 没有水印吗 啊 没有水印 真多假多 我记得 B站之前 是有水印的 没有水印吗 这不是水印吗 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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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吧 啊 有水印啊 有水印啊 别瞎说啊 他有水印的 我记得是有水印的 OK啊 对啊 你可以做一个视频 去水印啊 但是没必要 太麻烦了 用OpenCV去做啊 OK啊 这就是我们单个视频的 一个采集啊 就搞定了 我记得了